今天要介绍的是科学实在论 如果你的第二控场域里面是填的是秩序 也就是它是一种实在论 也就是说相信这个场域里面是充满一种单调华为的 但是非常稳固的自我循环的秩序的话 那也是一种实在论 但是进一步的话 如果你认为本体 也就是说这个场域里面 所有某些东西涌现出来的话 生存出来的话 你相信这些东西也是这些秩序本身 它自己运行生存出来的话 那你就是一种科学实在论者 科学实在论很简单 其实依照相应就是说 挂物是按照一种自然秩序 自然而然的生产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实在论也被叫做自然主义 当然自然主义这个词 也不一定是本体论的一种姿态 有的语境下自然主义就是科学主义 但是在有的语境下 自然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的理念 或者说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最终目的的一种姿态 所以在这里我们并不把自然主义看成是 就是科学实在论 就是不把两者等同起来 这就是科学实在论 或者是科学实在这种姿态